妈妈买的糖果劈开我买的糖果 又想输给我 上一次我可没输 投我的人也不少 今天我选的零食绝对全场较好 呵呵 输了你可别想跑 这个新气的地你都得扫 那要是赢了 给十个娃娃地一手交易 没问题 让我先来 牙膏口香糖 吹泡泡我醉在行 一打开就是清新葡萄味 清除口臭才好撩妹 几点泡泡牙膏在舌头上 那种感觉就像在吃果酱 刚开始是黏黏的质地 越吃它会越有嚼劲 那你倒是吹个泡泡 给我们尽尽兴 吹就吹 这也叫吹泡泡吗 我看是吹口水吧 哈哈哈哈 少废话 我只是太久没吹了吧 我劝你还是不要瞎忙 不如来看看我的印章糖 什么印章还能做糖 十二生肖印章糖 不仅能吃还能玩 来看看今天会拆到哪个生肖大王 没想到第一个竟然是小老鼠 很乎乎的肚子还有点骨 第二个是可爱的小猴子 第三个带了眼镜 是眼镜蛇大哥 第四个猫里猫气 是小老虎兄弟 光有印章没有印泥 你这到底行不行 你看着吧 从嘴巴里沾点口水 拿张纸巾往上一盖 印得又清晰又快 还能给手来个眼镜蛇花壁 一点不费力气 花里胡哨 味道肯定不如我的泡泡 带张是酸酸甜甜的橙子味 好吃好玩还不贵 呵呵 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美味 小叮当牛奶素米粒 专属童年的回忆 一定能把你比下去 你可不要太自信 打开就能闻到牛奶的香气 素米粒包裹着巧克力 一口下去又嘎嘣又脆 连我都抵挡不了的美味 好吃不腻 根本停不下去 呵 我不信 这么少吃起来根本不给力 还不如我的猩猩胖腹巧克力 我看也不咋地 你还是省省力气 拿出我的猩猩棒 和小伙伴们一人一根 吃完感情就开始升温 一口下去香酥绵密 没咬一口都是猩猩的造型 巧克力泡芙松软的口感 必须是第一名 大家快投我 稳赢 你不要拉票行不行 妈妈买的糖果 劈开我买的糖果 欠我五十个娃娃逼 你可别忘记 要不是你拉票 谁输谁赢还不知道 那要是今天赢了 暑假班能不能不要 那得看今天谁的零食更妙 嘿放心 绝对亮瞎你们的眼睛 那就来吧 嘿 我先来 蜡笔小心棉花糖 柔软的棉花糖外面 裹满了巧克力 QQ弹弹 又绵绵蜜蜜 看起来非常有食欲 这一口咬下去 巧克力和牛奶味非常浓郁 每吃一口都是甜甜蜜蜜 今天还是能把你比下去 少得意 好玩的零食更有趣 猫和老鼠的棒棒糖 不仅能吃还能拆盲盒丸 哈哈都不知道拆出来好不好玩 那就让你看一看 拆出一只汤姆猫 手里拿盘头戴厨师帽 猫和老鼠早就过气 放心你投不上去 放心里面的棒棒糖特别甜蜜 投我就把棒棒糖送出去 一半是可乐味 一半是酸奶味 搭在一起简直绝配 吃零食肯定要有饮料才配 美少女奶昔 专属美少女的夏日小清新 先加点牛奶 再加点冰块 倒入灵魂草莓奶昔粉末 盖上盖子 摇晃摇晃准没错 草莓奶昔完成 品尝一下 非常惊讶 奶昔香滑绵密 还可以吃到草莓颗粒 又清爽又凉快 哪个女生喝了不爱 基本是别拿我的牛奶和冰块 说了你可不能耍赖 会输才怪 最后这个你们肯定会爱 这是什么 这就是水果 外面焦阳似火 多吃水果才能让你降火 你确定没有骗我 打开让你看个够 里面可是满满的水果果肉 吃一口绝对让你感动 有橘子还有水蜜桃 真的不是我吹 一口起飞 瞬间秒杀你草莓奶昔杯 Q弹的果肉搭配 冰分水果肉 简直就是夏天的一大享受 怎么样 你怕不怕 哈哈哈 长这么大还没学会害怕 投给谁 还看各位老大 再拉票就罚你下次不准说话 我太没еш了 他 刻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